据央视5月24日报道 在印度北方邦普拉亚格拉杰市恒河岸边的沙滩上 分布着密密麻麻橘色和红色的物体 这些红色物体是被埋在河边的棺材 由于雨水冲走了沙子 它们才显露了出来 据当地居民介绍 4月份大约有200至250具尸体被运到这里埋葬 而恒河岸边至少有两处这样埋葬死者的地点 共有超过500个坟墓 这些棺材中 一部分装着新冠患者的遗体 印度卫生部23日公布的疫情数据显示 该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4万例 累计确诊2653万例 新增死亡3741例 累计死亡毕竟30万例 现存病例280万例 印度官方目前报告的死亡数据遭到了外界的质疑 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数据与评估研究所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 印度时期的死亡人数是65万人 比印度当时上报的22万人的数字多出了约两倍 除了新冠病毒外 印度15个邦出现毛美军病例 全印度至少8848人感染 报道称 患者若不及时治疗 死亡率可高达94% 然而医院因新冠疫情自缘紧张 很多感染者无法接受治疗 部分医生表示 很多毛美军感染病例是新冠肺炎患者或新冠肺炎康复者